5.提膝后转宽 提升后场登转能力 6.后撤步 提升后退能力 如后退进攻杀球 7.转体跳 提升转体发力 如后场登转杀球 8.跟进 右脚往左脚方向跟进 也可以左脚往右脚方向跟进 如果你想提高你的回味速度 击完球必须要用到跟进步 但必须始终跟进 直到比赛结束 羽毛球专项步法有何用 1.开合跳 提升我们启动能力 不管你要打什么球 启动步永远是第一步 能更快地击打球 2.交叉步 这种步法通常应用于被动情况下 这意味着球已经越过你的头顶了 3.灯跨步 提升上网灯跨能力 多用于主动上手球 或被动下手球 4.侧并不移动 提高短距离移动能力 如正手后场突击 搅拾 佛